金正恩金礦在華, 氣焰級板門店 南韓示威者 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畫像 又屍又踩, 還放火燒 這麼勞氣, 撤回北韓計單方面 宣佈將兩韓休戰協定作廢之後 到了昨天, 美韓軍演開羅 還切斷板門店的熱線電話 其實北韓這麼勁 某程度上, 可能是因為有龐大資金backup 南韓朝鮮日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金正恩在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 有幾十個戶口 全部都是用假名, 或者其他人的名字設立 加起來賣了幾十億美金 雖然美韓聲稱已經掌握北韓這個死穴 不過這筆資金, 不是安理會制裁的範圍之內 加在中國不多支持 現在的, 雖然中國不滿意北韓人聽勸 核四又射到導彈 於是支持安理會的新制裁方案 施展下馬威 不過說到尾, 北韓也是中國的戰略緩衝區 又怕北部難民湧入 所以中國無論如何留一手 免得去到太盡, 令到今次政權崩潰最終搞到自己 居然都有分析, 北韓施衛優戰協議 只是金正恩在樹立軍威, 不是真正想開戰 所以就不用那麼害怕 不過北韓官方朝中社, 昨日就說 第二次朝鮮半島戰爭已無可避免 還說可能即刻開戰 面對北韓不斷的軍事挑釁 美韓昨日只抓圍其兩個星條聯合軍演 還第一次由南韓聯合參謀號指揮 相信公路將作戰指揮權一年12月交給南韓